我看了天津人意的一部话剧叫《俗世七人》 上期我跟各位说光好感 我说这个电影当中的一群活得很真实 真实就包括他每个人都不容易在生存线上打拼 俗的不能再俗的一群人 但是他们羡慕爱情 升华爱情 剧里边那一跑到酒馆里来讨杯酒喝的那个过去唱京戏 后来疯疯癫癫那个疯婆子 他们叫她酒婆子 她的这个表演在舞台上 许松子真是个好演员 一次又一次撞击了人们的心灵 她为爱情疯了 有些女人就是恋爱脑真的疯了 但是她的疯恰恰是俗之生化 以俗来应称这个疯 疯得让人感动 疯得轰轰烈烈 出于整个剧情悬念设置的需要 当疯婆子出现的时候 莫名其妙啊 她台词动一句续一句 前后之间也没联系 而且台词不多 她呢在舞台上 就京剧名领甩秀啊 各种各样的舞蹈 要通过体态语言舞蹈来塑造人物 对于年纪不小的徐松子老师来说 这是很大的考验啊 那徐松子又不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 又不是舞蹈演员 那这个表演需要几十年的功力 京剧的舞蹈是最难的 但是呢徐松子老师大协议一般的 竟然的舞蹈也就给糊弄过去了 当然当中有bug有不准不稳 可是观众并不以为有任何不妥之处 因为剧情当中她是酒婆 人家年轻的时候是著名经济演员 现在她神志不正常了 她疯了是疯婆是酒婆 昔日京剧名节的 妩媚迷人在省于不省之间 在颠于不颠之间 有几分神似有几分不似 哎这恰恰是符合人物的设计 真于完美而恰到好处 有个台词在戏里面说了好多遍 北京学戏天津唱红 上海大码头挣钱 整个话剧相当open 这个台词在对话之间 把北京天津上海的文化勾连起来 带着这么几笔小小的舞台 便轰打起来 作者并不满足于只写天津味 干拉胡同六部管的地段 当然重点是写天津码头 这是编剧笔法密不透风之处 可是这个台词当中提到的 通州制天津二十四码头 以及北京和上海那些故事 虽然都没有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瓜尔吉老家撑船的老爹 就是小林和诸儿私奔落脚的那个地方 托付的人是瓜尔吉他爹 当年打购洋人的义和团老把士 也没到台上来 但这些库展示人物 隐身性阅读 这个内容的存在 就好比是中国话当中的那种留白 书可跑马 真实可感 给人们理解这部戏 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的空间 我还是要说说天津人意 在语言上可圈可点 说天津话 但自然说的自然 也有一部人说普通话 妙的是同一个演员和不同的人 不同的剧情之下 既标天津话又说普通话 中间过度自然衔接的 那叫一个丝话 大家知道 经过提炼的自然语言 在舞台上朗朗上口 音乐性极强 节奏性极强 小小不然的叙事 经过导演的用心摆布 就有了京剧韵白的意味 我总是怀疑 这个天津人意的这个京剧的台词 受到了革命现代京剧 那些韵白处理方式的启发 以至于它迥异于 自然语言的方式呈现 天津人意整台话剧 有灌口 有夸张 有队友 有银送 精彩的地方 片蹄味十足 加上动作配合 一人土口 众人造型 扶植椅 拼似利溜 还有那些土的吊子儿的 天津卫码头的语言杂揉在一起 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迷人的语言魅力 怎么个魅力啊 就问你根不根吧 就问你哑不哑吧 就问你魅不魅吧 就问你酥不酥 同时想到一个比喻 我觉得那些演员 仿佛每个演员这里都含着 小朋友喜欢吃的跳跳糖 跳跳糖 出彩了 我太喜欢天津人意的演员说话了 妙 话剧话剧 说话的句子没有味道 那就称不起句来呀 那就不叫话剧 你看中国今天的话剧舞台上 北京人意 那当然是没得说 天津人意的语言风格和北京人意的语言风格和韵律 我只能说各美其美 形式美和技巧性融为一体 你看文采 看深度 文采深度 让演员口吐莲花大大增加了话剧的魅力 咱再说两句音乐 这台话剧的音乐可全可点 全场没休息 中间我憋了一泡尿 直到最后都没舍得走 哎呦 走不开 抓着你 每一幕中间 因为换背景 道具嘛 通常是把光线拉黑 对不对 观众帮着的神经呢 可以有点放松 然后过度 很快的台上画完了 再接着看 但是呢 这个话剧啊 俗是其人 他在中间的这个音乐呀 用现在这个词叫渐进增强现实 这些音乐呢 又有点像京剧音乐的风格 但都是新创作的 就像张艺谋满江红那里边 过渡中间 玉剧演员张晓英 玉剧快板 沙哑音色 rap节奏 一宝官王恩师 严陵丞相 二宝官南清官 八主贤王 三宝官扫殿后 忽颜上将 四宝官 杨昭桃干 郭忠良 一宝官 王恩师 严陵丞相 二宝官 南清谱的八路信网 三宝官 双眼后悔上将 四宝官 硬着套杆和忠良 我不会唱啊 但是我能感觉到 高亢的激昂的配乐 振奋人心 实话说 就看这个话剧的时候 中间我都想换背景 速度慢点呗 因为我想多听一会儿 这原创的话剧音乐 除此之外 徐松子老师 演的这个酒婆 每当他出现的时候啊 这个音乐呀 背景就出现 眉派唱墙 若隐若现 朱元玉润的小伞 以其独有的美学特征 你赴于话剧片段 更深远的境界 应称出酒婆与官二姐哥哥 那破碎的最后被埋葬的爱情 戏听酒婆出现的几段音乐 虽然都是没派景点 但听得出来细微差别 一则勇容华贵 一则圆润甜脆 简洁直入 嘉然而止 话剧表演赋予京剧韵律之美 音乐之美 妙极了 前不久我们去杭州 在杭州做直播看杭州小百花 这个剧团演这个梁善波注音台 它是乐剧啊 但是呢在这个乐剧当中 大段大段的挥洒 使用这个何战豪和这个陈刚 梁祝的音乐 毛维涛导演 那戏特别抓人 大大的增加了这部传统戏剧的音乐性 时代性贴近性 年轻人迷得不得了 两个女演员君君宵宵 哇 太招人喜欢了 散场的时候年轻的戏迷 恨不得冲上台去 唱唱爆满 一票难求 我那票走后门弄来的 天津人意的话剧亮相 精彩 前半部有那么两场 稍稍塌了一点 有点闷 但后半段像好 像好的时候 特别有感召力 就好比中国大A股市 冲上了一万四千点 观众当中洋溢着一种 与演员互动的 极致的兴奋和快乐 戏的收尾 当然回味悠长 谢幕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台词当中的 挤出经典 着不那么几句 我现场举着手机 把它都录下来了 结尾的时候可以录啊 中间你要录 人家就有人照你 不让你录 最后呢 我想说这部戏 也不是没有缺点 好的是世俗 传奇 悬念 创新 人物塑造 舞美 多媒体 都可以打高分 但是 在时代性上又欠缺 这戏写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旧社会 文玩市场上 二语我诈 一个把洋人当大姥爷的 拿一个什么细铁石 留声机之类的玩意儿 这种东西 舞台上也反映了下 但是这个东西 不构成对那个时代的揭露 这个东西今天也有啊 还有穿衣服 是红绿搭配的那臭小子 参与绑架 这个麒麟 那小孩 这种事儿 并非是那个被人民抛弃了的时代的本质特征 天津码头的老百姓的那种本心的善良 和那个时代他们痛苦的挣扎 应当有更鲜明的对比才好 你们那坏人叫民国的警察抓住了 然后呢就正义就得到伸张了 这是个小缺陷啊 我想指出这个缺陷对我们这个戏的进一步提升是有帮助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感受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指教 感谢各位收看 最后我要说 戏是要看的 要下剧场亲自体验的 你只听别人讲 听司马南得不得不得 第一 不过瘾 第二 不真实 第三 司马南谁知道说的对不对 没准还走温串温的呢 好了 感谢收看 再见